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款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再做一个技术视频 什么内容 看我的画面标题 Cotlin 1.3正式版发行 它解决了什么问题 就是现在我的主题 我今天给您讲解一下 Cotlin的最新版本1.3 好咱们马上开始 首先说不了解Cotlin的朋友 我给您介绍一下 Cotlin它是一种编程语言 它是一种开源的编程语言 它运行在Java的虚拟机上 换句话说 它是一种Java的替代语言 但是它比Java拥有什么特点呢 拥有更加安全和简洁的特点 如果没有用过的朋友 可以看一下我的LearnCotlin这套课程 我给您介绍了一下 Cotlin的基本的语法 以及使用方法 好咱们再往下看 这次咱们Cotlin 1.3正式版 都有什么功能呢 在介绍功能之前 首先给您推荐两个网站 第一是Cotlin的官网 第二是它的官方推特 是这样 一般咱们在官网上 可以看到Cotlin一些个发布信息 以及一些个新闻 但是Cotlin这本语言 非常非常新的情报 非常新的信息 该从哪获得呢 应该从它的官推获得 好咱们就来看一下这两个网站 首先看 这个是Cotlin的官方网站 做的也非常的漂亮 这个地方写上了 Cotlin 1.3的release 然后有什么内容呢 下面给刘列出来 这个是咱们可以说经常访问 如果想学Cotlin的朋友 是经常访问的网站 然后另外一个 如果咱们想获得Cotlin最新的信息 那么咱们需要看到它的官方的博客 在这个里面 大家请看Cotlin 1.3的release 都有什么内容 都有些什么功能 这个地方给您写的非常的清楚 这个都是英文写的 我把这英文给您总结了一下 形成了我今天的文档 咱们看我的文档就足够了 OK 咱们往下走 新特性 1.3都有什么新特性 总结出来就三点 第一 Cotlin支持Native 而且Native作为Beta版 正式发行release 当然了 Beta版是用来干什么的 是用来让咱们学习 以及反馈问题的 并不能够应用在咱们的生产环境 请大家注意 第二个是Core routing 这个怎么翻译 我想 Core routing 这是什么意思 很难念 对吧 它的意思就是什么 就相当于咱们的JavaScript里面的非阻塞编程模型 这是一个新的东西 而且是1.3的新特性里面最重要的特性 咱们一定要掌握 接下来第三个是多平台的开发 这个还在测试版 这个我就不给您做详细的介绍 咱们一带而过 好 咱们往下看 首先说 Core routing Native Beta 这个是今后Core routing肯定主推的一项功能 咱们想想 Reactive是不是有Native Native有没有Script 都有 对吧 那么Core routing 它也有 为什么 因为 从1.3开始 Core routing这门语言 不仅仅应用在Java虚拟机里面 以前咱们提Core routing 想到的肯定就是Java 它替代Java语言 它运行在Java的JDK 运行在Java的虚拟机里面 对吧 或者说 它能生成JS给咱 它仅仅是这些功能 或者说用Core routing 可以开发 安卓的用程序 但是安卓也是基于Java的 对不对 它跑不出Java的框架 跑不出Java的虚拟机 但是 从Core routingNative 现在发布以来 咱们再看 Core routing能干什么 它能够编译成原生的程序 支持的平台 下面有这么几个 大家请看 IOS 没有问题吧 Mac 没有问题 Android Windows Linux 以及WebAssembly 有朋友不理解 Core routingNative 是干什么用的 我一言以蔽之 给您说它干什么的 以前Core routing 只能编译成Java的class 对不对 只能编译成Java教本 JavaScript的代码 对不对 现在不用了 现在它可以直接编译成 比如说Windows平台 Core routing的代码 直接可以编译成EXE程序 厉不厉害 相同于C++的功能 非常的厉害 所以这个绝对绝对 是Core routing今后的 一个发展方向 它现在想把所有的 平台的开发 都统一到Core routing 这一门语言中来 这个是Core routing的野心 我现在已经感觉到 但是它做的怎么样 这个还需要咱们今后的检验 OK 咱们再往下看 Core routing 这是什么 非阻塞异部编程模型 咱们大家都知道 对不对 为什么弄的JS这么火 就是因为No routing 对吧 非阻塞的编程模型 现在Core routing 同样在1.30版本里面 提供了这项非阻塞 异部编程模型 这个编程模型 其实在这个实验班的 已经提供两年了 在1.30的版本当中 作为正式版 正式版的功能 进行了发行 release 非常重要 然后下面呢 是我给大家找了一个 这个同步编程模型 和异部编程模型的区别 大家看这个图 应该就能明白啊 其实这么说吧 同步编程模型 需要在系统中 开多个进程响应用户的请求 异部编程 系统中只开一个进程 就能够响应用户的请求 然后呢 在每个进程当中 分别生成线程 来响应每个用户的请求 当然 对于大负载的时候 咱们可以生成多个进程 每个进程里面 再生成多个线程 进行用户的请求 这个有机会 我给您细致讲解吧 以前我在讲解 这个node.js的时候 给您讲解过 非阻塞 异部编程模型 有兴趣朋友可以看下我node.js的课程 好 咱们再往下 持续关注 话重点啊 今天这个课程应该不是很长 Kotlin作为一个新的语言来说 它的功能现在还是 虽然说是不多 但是也足够强大 潜力非常的巨大 而且从这次1.3的版本发布来看 Kotlin给咱们展摔的野心 也是非常巨大的 他真的想统一所有的开发平台 那么也许有一天真的在江湖上出现这么一种统一江湖的语言 有可能是什么 我的预测 有可能是JavaScript 有可能是TypeScript 当然 更有可能是Kotlin 那就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好 那么Kotlin 1.3的发行的新闻就给您分享完了 谢谢您观看 今后我的小马技术会不定期的给您分享一些最新的技术视频 也希望您能够持续关注我的视频吧 好 那这个视频就这样 咱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